在很早的时候,印第安人发现了某种树里面会流传一种白色的树枝。 这些树枝可以做成球类、轮子等柔软又有弹性的制品还能防水。 这就是橡胶了。 但为什么橡胶会有这些特性呢? 小雨姐姐为大家准备了相关的资料。 接下来就让小雨姐姐为大家一睹为快。 为什么橡胶具有弹性? 天然橡胶是一种树枝制成的。 提取热带国家的橡胶术,合成橡胶是由化学原料人工合成的。 二者都是聚合物,都具有良好的弹性。 这是因为橡胶分子中含有五个碳原子和八个氢原子。 它们彼此之间结成长链状,又由于分子在高速运动着。 运动中的分子总是互相挤来挤去,因此形成橡胶的高分子链不可能是直线状态,而必然是卷曲状。 而且,许多分子会互相纠缠在一起,好像一团不规则的融线团。 如果用力去拉它,这种卷曲的分子链可以被拉长一些,而去掉拉力后,它又会缩回原来的形状,所以橡胶就具有了弹性。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是世界上最惊心动魄的比赛之一。 为了刷新记录,作为整个赛车唯一接触赛道部分的轮胎成为非常关键的要素。 那么,如此重要的轮胎是如何大量生产的呢? 一切要从美国人查尔斯·古德伊尔发明硫化橡胶说起。 自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天然橡胶便走进了现代人的生活。 虽然天然橡胶耐磨损,加工方便,对环境污染少,但是产量有限,对使用温度要求比较高。 1834年9月,一位名叫查尔斯·古德伊尔的五金商人从费城到纽约出差。 在曼哈顿的一家小店,他发现了很多的生橡胶制品,救生衣、羽衣、羽鞋,这些神秘的物质将古德伊尔深深地迷住了。 此时,他已经破产,还欠下了几千美元的债务,但是古德伊尔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怎样提高橡胶的性能中。 经过两年对原始橡胶的研究,古德伊尔仍然毫无成果,迫于生活压力,他只好领着一家老小搬到一个废弃的工厂居住。 这个工厂,古德伊尔采用酸性物质清除橡胶的粗糙表面,使其变得坚实耐用。 研究终于有了眉目,当政府向他征定150个由这种橡胶制作的油袋后,由于袋子存在不同程度缺陷,这些袋子都没有卖出去。 于是,古德伊尔又陷入到孤立无援的绝境。 1839年的某一天,古德伊尔不小心将有些橡胶和硫磺的混合物撒落在火热的炉子上。 在清理烤焦的橡胶残骸后,他惊奇地发现这种混合物虽然仍很热,却很干燥。 突然,古德伊尔意识到也许这就是自己一直寻找的制造耐用不受气候影响的橡胶的方法。 于是,他又将一些橡胶和硫磺的混合物加热并冷却,发现他既不会因加热而变粘,也不会遇冷而变硬,始终柔软而富有弹性。 这个无意中的失误是古德伊尔魔术般地制造出了硫化橡胶。 随着人工合成橡胶对人类生活越来越重要,古德伊尔被尊称为硫化橡胶之父。 橡胶的主要产地 生产橡胶国家主要有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国、印度、越南、缅甸、斯里兰卡。 我国橡胶产地主要分布在海南、云南和广东。 橡胶主要消费地东亚、美国、西欧。 国际市场上天然橡胶的供应完全控制在泰国。 马来西亚、印尼等少数几个国家手中。 而天然橡胶的使用大国美国、日本等则不生产天然橡胶,需求完全依赖进口。 其对天然橡胶的价格支持也显而易见。 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的天然橡胶进口国,对国际焦价的影响也较直接。 我国天然橡胶生产的数量、成本直接关系到国内焦市的价格。 同时,因为天然橡胶使用量的变化和加工企业对天然橡胶价格的接受能力也作用于天然橡胶的价格水平。 请不吝点赞,转发 。